影片開始前,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影片開始! Let's go! 來,莽操! 哈囉? 聽到嗎? 可以,來,莽操,你好,來,安安幾歲,哪裡人? 38歲,四川人 四川的莽操,莽操好久沒上麥了 最近你們上麥的時候我就忙別的去了 好,來,莽操你想說什麼? 我今天看你前面他講的就是 民進黨一堆側意搞的一些東西 然後其中有一條 我就想怎麼講,也不是來反駁 或者說什麼樣吧,我就是看他講的那些東西 我就覺得有點過於不要臉 你說某一個網友是不是? 呃,不是,不是那個 就是有一條 他講到說,呃,因為民進黨現在執政 所以就是因為他這樣發展的那個軍武怎麼樣 然後才可以讓那個 讓習近平不敢侵略台灣怎麼怎麼樣 對,這民進黨的論述 他這個網友是 是相信這一套論述的一個網友 對,我就 我就姑且就是把它粗暴的理解為 他也屬於民進黨側翼 或者說綠營側翼嘛,好吧 啊,那麼我想講什麼呢 我想聊一個 唉,可能有些人覺得我聊 但是我就想講一下鼓 然後,針對他講的這個 我們來一條一條梳理一下 很多,可能被很多台灣的網友 尤其是那些非常抗拒統一的 嗯,非常反中的網友 被認為是巨統神器 台灣之光的這些東西 它是怎麼來的 嗯 我現在發一張圖 發到那個群裡面 應該可以打開 好,來 等一下,我發一下 你有看到嗎 這個很多 好,來 不多,不多,不多 這個只是一點 巨統神兵台灣之光 哇,我們有這麼多巨統神兵 我們一條一條講嘛 這個不多 每一條講兩兩 講個一分鐘半分鐘就講完了 比方說 最常聽到台灣朋友講的 雄風山 嗯 雄風山超音速攻船飛彈 對吧 反艦飛彈 這個東西 不管他了不了解 喜不喜歡軍武的人 他都知道雄風山 你有任何東西 我都有雄山可以打你 是 對吧 那 他實際 最大的威脅 就是打我們的 各種各樣的軍艦 對吧 而且以前他也展示過 他的精準度 他打得中漁船 好歹我打得中 對不對 那我們看一下他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他實際上是源自於七八十年代 嗯 從老美那裡搞過來的充壓發動機引擎 老美的一種 呃 應該說是一種靶蛋 嗯 然後1990年 正式你們的中科院搞了晴天計畫室 是 也就是國民黨執政時期我特意標上藍顏色區分 國民黨執政時期這個計畫已經正式開始 嗯 他量產時間正式批預算量產是在民進黨執政的時期 這個確實是民進黨時期開始量產的 這只是兩個節點 對 對吧 那麼我們往底下看 這些個巨統神兵 他們都是什麼時候開始計畫的 嗯 雄風二翼 雄翼飛彈 嗯 可以理解為台灣的戰俘 嗯 據說是可以打1000到1200公里 當初在雲風這個東西出來以前 或者是公開以前 台灣的一些朋友說 拿來打什麼三峽大壩呀 打什麼上海呀 啊 打那個沿海城市啊 說的就是雄風二翼 嗯 這個東西呢 它就不是一般的反箭飛彈了 它對 它如果真的發射出來 我們沒有攔助 那你威脅的就是我們的城市 是不是很有威懾力啊 看起來很有威懾力是吧 嗯 它不晚於1998年啟動 嗯 嗯 而且這個是比較保密的一個項目 嗯 查到的資料是 沒有人真正公佈過這個導彈 這個飛彈什麼時候啟動的 但是從後來展出過的 關於這個飛彈用的引擎 就是你們叫飛彈 我們叫導彈用的引擎的這個 就是發動機嘛 渦輪風扇發動機 叫做昆蓬發動機 嗯 從這個發動機的計畫來看 它不應該晚於1998年 因為發動機在1998年5月份就啟動了 那也是國民黨執政時期 嗯 對不對 嗯 它什麼時候開始正式量產的呢 它的量產的預算批的那個 開始投入的年份是2008年 嗯 也就是說 呃 批量產的是這個時間應該是在陳水扁時期 而那一年正打輪替 嗯 對吧 那我往底下再說 這個就厲害了 雲峰巡域飛彈 現在改了個名字叫做晴天極音速巡域飛彈 嗯 它也是可以打非常遠的 至少對於台灣來講 可以打到我們內陸1000公里以上的地方 嗯 那個威脅的面積可大了 嗯 你看 現在披露的計畫來看 在李登輝時期它就啟動了 那肯定是國民黨執政嘛 對吧 雖然李登輝被認為台獨交付 人家是國民黨啊 嗯 然後它在國民黨馬英九時期第一次試射 2013年 是 不過這個時候確實 綠營可以出來講話 2014年馬英九沒有核定量產這個導彈的預算 是 考慮當時兩岸關係 是 嗯 2017年民進黨執政 核定了這個量產 然後現在據說是引進量產裝備了 嗯 那這個是確實可以說 國民黨正而八景可以說 它 阻撓或者說延緩了 你這個巨統神兵的一個進度 而民進黨把它重新放開 是 但是最起碼你可以看到 它的絕大多數前期工作 都是國民黨實際干的 是 再往底下 但首先我要說 你這個極因素 這個所謂的晴天極因素 這個極因素 我要打個巨大的問號 雖然現在台灣這邊都是宣傳 它是如何如何極因素 沖壓引擎 六馬赫 怎麼怎麼樣 也不知道台灣有沒有這個實驗條件 這個我打個問號 總之這個神器 看起來至少它也是國民黨啟動的 嗯 然後現在往底下走 天公山 防空反導飛彈 它是什麼東西呢 台灣不是經常說 啊你們 你們中國大陸 你們中共幾千枚飛彈 對著我們如何如何 或者就說這些東西對吧 嗯 這個東西當初就是96導彈危機那個時期啟動的 嗯 目的就是攔截解放軍的導彈 嗯 也是國民黨執政時期 嗯 而且它的正式量產是在馬英九時期 嗯 至於比它更早的天公一天公二的全是國民黨時期啟動的 那就都不用講了 嗯 然後現在海軍裡面製造艦艇 總體先進程度最高的是什麼 駝漿級 包括現在塔漿級嘛 嗯 它也是駝漿的一個延伸型號 對 哎 那上面裝了16枚那麼小的船 裝16枚8枚什麼那個熊三8枚熊二 哎 活力非常強 又是逆中型的09年編列計劃 又是馬英九時期 首舰交付14年還是馬英九時期 正式啟動量產是哪一年的 政黨輪替2016年 嗯 也就是說 這個舰 從 開始編列計劃 到啟動量產幾乎全是馬英九時期完成的 嗯 全是國民黨 你們這個巨頭神器你從上網上看有多少國民黨 是 然後我們現在說兩個好玩的 最底下兩個 鎮海計劃 我不知道你聽過沒有 沒有 嗯 是你們這邊的海軍搞的一個4500噸的小神盾 嗯 你們叫防空巡放艦我們叫護衛艦 這個4500噸你不要小看哦 這是台灣目前為止計劃過的 主力作戰艦艇最大的 嗯 2014年國民黨時期啟動的整個國艦國造企劃案 然後一路發展 比較搞笑的是什麼呢 一路發展到了2022年民進黨之爭時期 這個案 PASS掉 降級降成2000噸輕巡防艦 嗯 這個東西怎麼講呢 這可不可以理解為民進黨時期你阻撓我們鎮海小神盾的發展 嗯 你把它直接砍成一個戰力少很多的小劍 嗯 我是用民進黨那個邏輯來講哈 我其實也不同意這個說法 對 再往底下 今年大明星海坑號 發售海坑滅中共是吧 嗯 這個東西最早的計劃什麼時候啟動 不知道沒有查到 但是 近年是2015年國民黨時期啟動的 重新啟動這個案子 嗯 馬英九時期 然後呢 經過了8年 其實8年挺短的 今年 最有名的就是他下水了嗎 嗯 但是我寫的是假裝下水 為什麼 因為他根本不具備下水條件吧 對 民進黨執政時期 為了怎麼怎麼樣 大家都明白 搞了一個假裝的下水 嗯 實際的下水可能明年都下不去了 可能 嗯 那我們現在只講這些例子 我還沒有講那些更不用講早期的什麼IDF 那時候就是華人之光啊 對 那時候民進黨是幹什麼呀 那時候民進黨還是反賊 嗯 所以說 我們現在就結合剛才那個話來對比 我們看這些個巨統神兵 買的我們不講我們只是說自己做的哈 台灣那邊自己做的 絕大多數它的啟動時間 都是國民黨時期 嗯 國民黨時期就決定我要搞這個東西的研發 然後我們客觀的講 從這些項目的啟動到它實現量產 或者某一些時候它不是量產 它可能是到目前的這個階段 它實際上是經歷了政黨輪替 多次的輪替 嗯 然後 經歷多次輪替的中間 實際上這些研發多多少少都是在持續往前進行 我想說什麼呢 你不管是一檔制也好 多檔制也好 一個這種關鍵關於那個防務的國防的這種計劃 研發的這種計劃 它不是說你哪個政黨在 哪個政黨上去了 嗯 它就真停住了 哪個政黨下去了 它就不做了 嗯 它不是這樣的 這不符合科學規律 對 但是民進黨現在做的事情就是 說的 說的直接一點 就是把民眾和受眾當白痴嘛 嗯 反正你們有幾個人會去特意了解這些 結果我不跟你講你也不知道對吧 對 就你們反正不了解這些東西 你現在能看到的 就是我代任的時候這些東西增加量產了 這些東西我拿出來給你們秀了 對 我甚至我甚至可以這麼講 你像前面提到的這個雲峰許韻非的所謂的晴天吉因素 如果現在是國民黨執政 我不是要幫他說話 但是如果現在是國民黨執政 並且如果是全面執政 可能關於他的新聞 聲量都非常小 甚至可能不提 嗯 為什麼呢 這不見得是擔心刺激我們這邊 嗯 而有可能他只是覺得 這個東西挺重要的 不要那麼動不動就曝光 嗯 民進黨不一樣 我就要講 嗯 這講出來就是我政績 對 也就是說人家摘述你成糧 人家搞革命 人家搞革命你偷革命果實 嗯 所以怎麼講呢 不是說去幫國民黨說話 或者維護國民黨 可能老人都知道我對台灣的國民黨是個什麼態度 但是民進黨他們的側意 拿這個東西 來拉票 真的是不要臉 嗯 而且說明一個問題說明就是 我覺得哈 會不會在台灣哈 尤其是關心這些事情的人 或者說 有一點點小的了解就是也不那麼關心 民眾不懂 他不會 他一個是不懂 二一個就是 傳承這樣的事情 嗯 可能沒有太多人去在意了吧 嗯 舉個例子 我們這邊比如說大家 現在都說起简 都看反了的殲20是吧 嗯 他是什麼時候出來的 他真正進入大家視野的時候 是一幾年的時候了 對吧 嗯 那個時候比如說都知道陳飛 然後有一些人可能知道他總是是陽尾 但是真正稍微關心一點人就知道 這不是一代人做得出來的東西 嗯 他是往前面好幾代人 就是前父後繼的耕耘 才能做得出來的東西 所以不會有人講 哦你這代人你看我們做出來做怎麼樣 你前幾代什麼領導人啊 什麼那些工程人員啊 那都幹什麼吃的 沒有人做這種話 嗯 沒有人講這種話的 嗯 嗯 怎麼講呢就是 就大概就是想說這些吧 就是 只是脖子以下的那個說法 我不是要幫國民黨拉票 你們最好選來清德 呵呵呵 好 好吧 其他就沒什麼 好謝謝謝謝 拜拜 好來 下一位 Surprise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 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新的會員等級 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成員哦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還不加入還不加入 趕快加入